由一個邀請賽 演變成今天全球終末的世界馬壇盛事 香港國際賽事的傳奇歲月 一起西味回顧 馬會由當年一個本地的賽馬組織 晉身成為世界最大的賽馬機構之一 當中所舉辦過的國際賽事 絕對功不可沒 全球中國國際盛事 國泰航空香港國際賽事 今屆將會離境的星期日 沙田馬場舉行 每年到這一天 沙田馬場都混雜著 來自西亞各地的頂級賽區 進行四場的國際一級賽 包括香港杯 香港一里錦標 香港平 香港短途錦標 不過這一切一切 都開始於1988年一場的國際邀請賽 香港國際賽事的傳奇歲月 就由這一開始了 鄭國銘先生 曾經在馬會工作超過30年 亦是第一至第三屆 香港國際賽事的主要幕後插惑人 率先由他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香港國際賽事崛起之初的情況 就最適合不過了 今集我們主要說的就是國際賽事 鄭先生一定要找你幫忙 1988年那時候是香港邀請杯 即是等於現在香港杯 那時候香港還沒有舉辦國際賽事 當時為何這個概念 去舉辦香港自己的國際賽事 其實在沙田馬場1978年開張之後 已經開始有董事局 馬兄人士已經開始有談判 香港沙田馬場是國際性的一個馬場 應該是要搞一些國際性的運動 香港不是應該限制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應該是還有很多地方發展 當時你們邀請其他國家的優質賽事 來香港比賽的時候 會不會比較困難呢 他們對香港而不是太認識 其實我們那時候已經有一個部署 是一步一步一步來 所以一開始 又跟我們最熟悉一點的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從那裡開始 一直一直其實有一個目標 最終目標是全世界的馬 都可以來跑國際賽 在1991年 香港邀請杯成功升格 成為本地一級賽 然而要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賽馬機構 一項國際賽事是不足夠的 所以同年的12月 同時為了紀念 第二十二屆亞洲賽馬會議在香港舉行 香港就舉辦了第二項的國際賽事 香港邀請碗 也就是香港一里錦標的前身 當時的香港邀請碗 為本地一級賽 路程是1400米 當時已經有舉辦國際賽事的經驗 舉辦多一個香港邀請碗 其實是加輕就數 還是又遇到新的困難 那年有更加困難 就是剛剛有兩場賽事 加上亞洲賽馬會議 同一時間 兩個很大的功能 一起做 那時也是很棒的 馬會也大過難過 因為馬會是一個很好的團隊 舉辦大型的國際賽事 一向都是困難重重 但想不到的是 在1992年 馬會還要面對另一個更嚴重的考驗 在那年的秋冬季 國際賽事臨近之時 香港竟然出現了馬匹流感 大量馬匹都受到感染 馬會當時於是決定 將當年的香港國際賽事 順延至1993年的4月舉行 那時候就這樣 馬會做了一個明治決定 就是將那年的國際賽事 延到下一年的4月 那時候 當時的決定是否很順足 你可否說到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這對我來說也是很深刻的印象 本地錯視庭 因為太多馬中招 當時很多人覺得 馬會這次做不頭痛 有危有機 亦都是因為 香港馬會處理這個流感的果斷 和一切的做法 亦都是得到國際的讚賞 亦都是因為這次的危機 亦都是令到馬會 展示到馬會在這方面 是國際的水平 亦都是可設之後 包括很多澳紐 甚至歐洲國家 對香港獸醫的水平 和對香港馬會處理馬匹的處理方法 完全是掛目相看 那時候流感完略之後 4月再做國際賽 邀請其他國家的馬來香港 有沒有困難 你覺得香港的馬會否健康 我們獸醫都花了很多信息 亦都是所有的報告 因為我們是透明度 到今時今日一樣 你記得當時我們每個星期 每天有多少馬病 照公佈 多少馬中招 照公佈 多少馬好快 照公佈 亦都是邀請了 我記得美國有專家過來 有個小組在處理 所以整個處理的過程 是相當有效率和很專業的 這亦是說服到其他國家 繼續排馬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真的 沒有看 沒有看少我們 香港馬會真的 好 好 不是流 就是憑著靈活的變通 加上專業的部署 馬會成功轉危為機 不僅使賽事在93年4月 再次順利舉行 更贏得世界各地的讚許 而更令人爭奮的就是 香港邀請杯在這時候 同時獲認可為國際三級賽 正式改名為香港國際杯 成為香港首項 真真正正的國際級賽事 當時香港國際杯 被成為認可的國際三級賽 是否要做很多大量工作 才能夠符合到那個要求 當時馬會的管理層 應該下了很多信息 最難請到一些有約分的馬來跑 因為你去到 要被認為國際三級賽 好像是一百多 而二級賽就是一百十 一級是一百十 一港池四名進來的 平均分數 所以你怎樣找到 這些有分的馬來跑 是最難的 香港邀請杯成為了認可的國際三級賽 可不可以叫做 香港舉辦國際賽事 一個新的里程碑 那肯定是香港賽馬市上的一個里程碑 第一次有了國際三級的資格 摸到認可之後 你以後來的三級二級一級 一路一路就很順 這也是香港馬會長遠的目標 由開始搞第一格 CTS